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注焦点新闻 了解全民热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北东时间10月31日 欢迎收看焦点新闻 本期节目将为大家带来 挫发11亿 国税局向150万人讨钱 100万病例 7000人住院 13年来最严重的流感机 华人年底记东西注意 海关重点打击来自中韩假货 退休生活压力大 美国逃往加拿大搜索量又暴增 川普一周内面临三起诉讼 检方欲将其产业赶出纽约州 下面我们进入详细内容 综合ABCCN报道 美国国税局正试图将钱退还给数百万纳税人 与此同时 向本不应该收到退税的150万纳税人追回付款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监察长公布的审计报告 去年美国国税局未能向410万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每月支付总计37亿美元的儿童税收抵免 审计发现 与此同时 美国国税局向150万不应该收到每月分期付款的纳税人 错误发放了超过11亿美元的资金 这笔款项源于国会在2021年3月通过1.9万亿美元 美国救援计划法案中 对儿童税收抵免额的临时增加 针对中低收入家庭为期一年 6岁以下的孩子 每个孩子的抵免额度增加到3600美元 6岁到17岁的孩子 每个孩子抵免额度增加到3000美元 此外 由于立法者允许全额退还 更多低收入家庭的父母有资格获得全额补贴 另外 从7月到12月 有史以来第一次 一半的款项是按月分期支付的 另一半可以在父母提交2021年纳税申报时申请 美国国税局只有4个月的时间来建立向父母付款的系统 截至到去年12月 该机构已经发放了近2.17亿笔款项 总额达到了935亿美元 监察长的审核 总额涵盖了2021年7月至11月期间的近1.79亿笔付款 总额超过了767亿美元 他还发现一些与不正确的银行账户信息有关的错误 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月度支付系统是一项重大任务 绝大多数的付款都是正确的 纳税人在今年提交2021年申报表时 通常会更正错误的款项 美国国税局根据立法要求向家庭发送了一封提醒信 其中确定了他们每月分期收到的金额 他们在准备报税时需要使用这些金额 监察长办公室计划继续追踪这些错误的付款 该机构表示 他正在向900多万没有提交2021年申报表的 个人和家庭发送信函 这是因为他们可能有资格获得税收优惠 甚至可能获得退税 特别有资格获得儿童税收抵免的家庭 根据美国CDC发布的数据 最近几周 全美与流感相关的住院人数几句上升 达到了历史上 直到流感剂后期才会出现的水平 CDC预测 已经有100万病例 7000人住院360例死亡 疫情比以往早了6周 而且相当严重 CDC全球流感监测小组组长林内特·布拉莫表示 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么早的流感爆发 一般流感季节通常要到12月才会开始 目前所有年龄段的流感住院人数都在上升 尤其是儿童 与此同时 其他呼吸道病毒也在儿童群体间蔓延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数据显示 当前全国76%的儿科病床已经满胃 CDC28日报告了本季迄今为止 第一例与流感相关的儿童死亡 CDC并未提供有关该病例的详细信息 但有位于德州布朗斯维尔的地方媒体报道称 一名三岁女童死亡 她的流感检测呈阳性 虽然流感与类似的病毒性疾病在全美范围内都呈上升趋势 但东南沿海以及东海岸地区的发病率尤其高 医生还警告说 严重的流感病例可能会导致其他感染 包括肺炎囚菌性肺炎等细菌感染 不过早期迹象表明 今年的流感疫苗似乎可以很好地让人们避免住院 CDC发布的一份致力流感季节报告发现 今年疫苗对流感相关住院治疗的保护率为49% 49%的数字虽然看起来并不高 但在2015年到2020年期间 美国流感疫苗的有效性仅在29%到48%之间 2022年开始倒数 马上进入11月到12月的节日季 美国海关河边境保护局 国土安全调查局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联合行动 重点打击追查来自中国和韩国的假货 本月新奥尔良海关便查获了8批假冒商品 包括名牌服饰和化妆品 这些产品均来自中国和韩国 销往美国各地 包括名牌服饰和化妆品 假冒和盗版的商品 威胁着美国的企业和工人生计 威胁着消费者们的健康和经济保障 海关表示 假货经常流通于美国的跳蚤市场 暗网以及各个私人小商店 这对于美国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2019年美国海关一共查获了2.37万件假冒尾类产品 价值为12亿美元 大部分来自中国 2021年8月 在洛杉矶查获来自中国的假冒名牌产品 两批独自走私的货 多达39,243件 根据制造商建议的零售价 其合计价值将达到5000万美元 在2021财年 总计查获了2.7万批次货物 大多是侵犯产权的假冒产品 若为真品 其总价值为33亿美元 美国人似乎一不顺心 就会想移民加拿大 比如罗伊素韦德案的裁决 总统竞选等等 都能让谷歌搜索 如何从美国搬到加拿大的搜索量 出现850%的飙升 如何成为加拿大公民 在一小时内能飙升550% 最近美国一项研究显示 美国成年人认为 他们需要125万美元的储蓄 才能轻松退休 这个数字比2021年增长20% 而自去年以来 美国成年人的平均退休储蓄 减少了11% 从98,800元降到了 86,869美元 与此同时 研究显示 全美预期退休年龄已经在提高 现在成年人平均计划工作到64岁 而去年的预期退休平均年龄是62.6岁 这项研究发现 越来越多的人计划推迟退休 虽然人们在62岁时就可以开始领取退休金 但要到66岁到67岁才能领取全额的退休金 同时美国成年人对自己退休后的生活缺乏信心 更多的人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福利缺乏信心 于是又有不少美国人开始蠢蠢欲动 美国网友又开始讨论搬到加拿大 不得不说加拿大的社会福利真的是没话说 以BC省为例 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除了能同时申领养老金和配偶津贴之外 还能拿到BC省的老年补助金 而且无需申请会自动发放 另外加拿大人不论资产或收入如何 都可以在退休后获得高龄保障退休金 能申请到的金额取决于在加拿大生活的年数规定 年龄在65岁以上 且在18岁后在加拿大居住了至少10年 即可达到申领部分退休金的资格 不仅如此 当一个家庭仅有一人能够领取养老金OAS时 那么该家庭可以继续申请配偶津贴的额外补助 上述几项针对老年人的计划 是无需申请人提前供款即可申领 而加拿大还有CPP计划 类似于中国社保里的养老保险 退休人士如果选择在65岁开始拿CPP 以2019年为例 可以拿到平均值为每月679.16美元 根据数据 美国人移民加拿大的数据在近年来 呈逐年上涨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想立即从美国移民加拿大的人来说 基于雇主担保的技术移民通道 是最好的选择 相比于获得美国绿卡 申请加拿大枫叶卡的难度要低得多 即便是大专学历 低语言水平也可以在加拿大找到符合自己的移民项目 据商业内幕网站10月30日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律师 这周将在纽约州代表川普及其公司 在三个案件中进行辩护 这三起案件中 可能只有一起案件会对川普造成严重损害 这其由纽约州总检察长提起的 2.5亿美元的欺诈诉讼 旨在将川普旗下的产业赶出纽约州 该诉讼将于11月3日在曼哈顿举行法庭听证会 纽约总检察长希望州最高法院大法官 迅速任命独立监察员来密切关注川普公司的财务状况 并禁止川普将资产转移到其他实体 第二起案件是上周已经开审的川普集团刑事税务欺诈案 检方指控川普集团的高管们 15年间从账面上获得了大量收益 且从未向美国任何一级的税务机关申报 如果集团所犯的罪名成立 川普的公司将面临200万美元的罚款 第三起案件是2015年发生的一起民事纠纷 将于10月31日开始在法院进行陪审团临选 原告方指控在2015年宣布竞选美国总统数月后 川普在川普大厦外举行集会时 命令安全人员对墨西哥血统抗议者进行攻击 并对他们进行辱骂 报道称 川普的律师一再坚称 川普清白无罪 针对任何一起案件 川普本人均没有被要求出庭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焦点新闻的内容 我们的朋友可以订阅纽约焦点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